来看看核南建业的这个角球 乌达卡已经回到了本方进去参与防守 发了一个前点 刘天座出击 把球打了一下 二点又是结位出来 但是这一次看看 非常的可惜啊 张璐的一个倒钩的回传 这次是上海深心的反击机会 乌达卡扣过一名防守球员 横向的推球 王云的打门 球进了 禁区外王云 接到乌达卡的一脚横传 左脚的直接射门 球是直挂死角 上半场比赛 上海深心暂时领先 这次反击打得非常的干脆利落 当然也是源于乌达卡这个反击的点 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 之后的横传 王云的这脚射门应该说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不等球停 直接的迎球怒射 球在空中是有一个轻微的小小的弧线 一个外脚背的射门 只挂死角 关键时刻老将发挥了作用